Hello 大家好 本教程教大家如何实时控制库卡六轴机器人 什么是实时控制呢? 所谓实时控制 就是对机器人进行实时的指令传输 并让机器人根据收到的指令进行运动 我们可以根据传感器的信息 对机器人下达指令 与机器人进行互动 要进行实时控制库卡机器人比较复杂 但是通过FU-Robots 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实时控制 就是我们使用FU-Robots做的视觉互动实验 我们在机器人末端安装了摄像头 根据图像信息 我们对机器人下达指令 通过FU-Robots的实时控制 机器人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 要实现实时控制的功能 要有一个库卡的RSI软件包 是一个付费软件 需要从库卡进行购买 RSI全称是Robots Sensor Interface 中文是机器人传感器接口 在8.5的系统上 只用的是4.0.6的版本的RSI 得到了RSI安装包后 打开安装包内的说明书 有详细的安装步骤 我采用的是直接通过视觉器 进行安装 也就是通过Smart HMI安装 推荐把油盘的文件 先复制到库卡机器人的 控制柜硬盘上 这样会提高安装的速度 安装完毕之后 需要重新启动机器人 重启后可以打开设置面板 查看软件安装 如果有RSI这个软件的话 就说明安装已经完毕 接下来需要对RSI进行设置 设置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是对机器人进行设置 我们打开Food for Rhino官网 搜索FU-Robot 可以看到有一个实时控制 案例下载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它下载好之后 我们把它下载完之后 就可以看到 这五个文件 我们把这两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是设置文件 我们把这两个设置文件选中 当然可以在电脑上用过魁贝酒 也可以把这两个 把这些文件复制到油盘上 然后在油盘上读取 把油盘插入视觉器进行复制 我们把这两个文件 放到机器人的这个目录下面 这是一个设置目录 然后我们选中 我们把这个文件 这个是一个运行的程序文件 我们把这个文件放到这个目录下 如果你发现无法复制 很有可能是没有启用更高的权限 我习惯使用管理员权限进行所有操作 接下来是比较复杂的网络设置 在RSI说明书上有着详细的步骤 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这个设置 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这是我的最终结果 你可以完全参考我的设置 设置完毕之后 重启机器人控制柜 如果我们需要设置一下自己电脑的网络 我们使用有线网卡进行通讯 我们对它的IP地址进行如下的设置 我们只需要设置这里就可以 下面的DNS我们可以不用去设置它 设置完毕之后 我们必须最后确保 防火墙的关闭 我们必须把公用网络的防火墙关闭掉 其他的两个可以打开 最后用一根网线 一头连接控制柜的KLI端口 一头连接我们电脑的网口 如果我们电脑没有网口 我们可以使用转接头 我自己的电脑只有Type-C口 所以我买了一个Type-C转RJ45的转换器 现在所有的设置都已经做好了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这样就说明我们的连接已经成功 我们现在就可以进行实施控制了 现在我们开始使用RSI来进行实施控制 首先我们打开视角器上的这个文件 RSI-Angle.src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之后 我们把视角器设置为自动模式 做完这一步之后 我们打开案例文件夹下的RSI-Demo1这个文件 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 它在这里显示UDP can receive now 就说明我们可以进行通讯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戒币是在视频中进行运行 这个时候它已经到了BCO了 就是这个BCO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这一个绿色的按钮 这个时候机器人已经开始按照我们给它的指令进行运动了 这个时候机器人到达的这个位置就是60-100这样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我进行对它拖动 比如说我进行对它拖动 就是它的关节的转速 比如说我们想慢一些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拖动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机器人动得比较慢 相应的噪音也会比较小一点 相应的噪音也会比较小一点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的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的结构 这个电池就是用来和机器人进行RSI的通讯 这个电池 然后这个电池是六个角度 然后这里的一个V就是它的一个速度 是单位是每秒的角度 就是我们每一次使用 开始开启一个程序的时候都要点一个这个 让它处于这个可以接收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一个最小的RSI程序的结构 但是我们在平时的任务中不会使用这样单纯的一个角度 我们会使用在三维空间中的一个方式来定义机器人的运动 所以我们需要在正常的三维空间中进行打印的话 就需要看第二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RSI Demo 2 这个例子要比上一个例子要复杂很多 但是也是要用到上一个例子的这一部分 主要是多了一个这一部分 就是怎么计算 把空间中的XY还有ABC 再转换到关节的一个过程 就是机器人学里面的反向逆向运动学的一个算法 我们先来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首先在运行之前我们看一下它是一个模拟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就是画一个弧线 在这里我们没有 这里的工具头我们在现实中是没有 所以大家只能脑补一下来 开始 然后我开始拖动它 然后我反过来拖动也是可以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速度会比较快 是因为我们可能设置了一个比较快的速度 我们再把这个速度降下来 再次进行拖动 在这里是手动的拖动 你也可以在这里放一个定时器让它在这里按照一定的 周期来进行 累加 然后做到一个比较均匀的拖动效果 好了 整个ISI教程到这个例子已经全部讲完了 好